蛇狱 话说兹川县的西牙庄 有一个姓贾的被人杀死在路上 隔了一夜 他的妻子也上吊死了 贾某的弟弟告到了县官那里 当时浙江的费衣纸在兹川做县令 亲自去验尸 他看到死者不包袱里包着五千多银子还在腰中 知道不是徒才害命 传来两村的邻居审问了一遍 没有什么头绪 也没有责打他们 就把他们释放回去种地了 只是命相约帝宝仔细侦查 十天向他汇报一次情况 过了半年 事情渐渐松懈下来 贾某的弟弟埋怨费宪令心词手软 多次上公堂吵闹 费宪令生气地说 你既然不能指出谁是凶手 想叫我用酷刑拷打良民吗 呵斥一顿把他赶了出去 贾某的弟弟无处申诉冤情 气愤地把哥哥嫂子埋葬了 一天因为逃税的缘故 县里逮来几个人 其中有一个叫周成的害怕责打 告诉县令说前两已经筹办足了 就从腰里取出银符交给费县令验世 费县令查看完了 便问他你家住在哪里 回答说某村 又问离西亚村吉里路 回答说五六里 去年被杀的贾某是你什么人 回答说我不认识那个人 费县令勃然大怒说你杀了他 还说不认识周成竭力辩解 费县令不听言行拷打 他果然认罪了 原来贾某的妻子王氏要走亲戚家 没有首饰觉得羞愧 闹着叫丈夫到邻居家去借 丈夫不肯 妻子自己去借了 他非常珍重 回来的路上 从头上卸下首饰包在包袱里 塞进绣筒中 等回到家 伸手一摸 首饰没有了 王氏不敢告诉丈夫 又没有办法偿还邻居 懊恼得要死 这天周成正巧识到了首饰 知道是贾某的妻子丢的 成贾某外出以后 周成半夜从墙上爬过去 想以首饰腰鞋和假期苟合 当时正是热天 王氏睡在院子里 周成悄悄走进他 将他墙间 王氏醒觉 大声喊叫 周成急忙制止 留下包袱把首饰给了他 事情办完了 王氏嘱咐说 以后不要来了 我家男人很凶 让他知道了 你我都得死 周成怒冲冲地说 我给你的东西够到妓院 嫖好几宿的 难道只干这一次 就能抵偿了吗 王氏安慰他说 我并不是不愿与你相交 我男人常常闹病 不如慢慢等他病死就行了 周成走了 于是就杀了贾某 夜里又到王氏家说 现在你男人已经被人杀了 请你按说的办 王氏听了大哭起来 周成害怕惊动邻居逃走了 天明后 王氏也死了 费县令查明实情 将周成抵罪 大家都佩服费县令断案神明 但不之所以能查明案情的缘故 费县令说 事情并不难办 只是要随时随地留心罢了 当初验尸的时候 我见包银子的包袱绣着万字纹 周成的包袱也一样 是出自一人之手 等审问他时 他又说以前不认识贾某 言辞堂塞 神态异常 所以知道他就是真正的凶手了 四川县有个叫胡成的 与冯安同一个村子 两家世代不合 胡家父子很霸道 冯安居易同他交往 胡家却终不信任他 一天 他们一块喝酒 略有醉意时 两人说了些心里话 胡成吹嘘 不要忧愁贫穷 白把两银子的财产不难弄到手 冯安认为胡成并不富裕 是在吹牛 故意讥笑他 胡成一本正经地说 实话告诉你 我昨天在路上遇见一个大商人 车上装着很多财物 我把他扔进南山的枯井里了 冯安又嘲笑他 当时 胡成有个妹夫叫正伦 托胡成说和购买田产 在胡成家寄存了好几百两银子 这时胡成就全部拿出来 在冯安面前炫耀 冯安相信了 散戏以后 冯安偷偷地写了壮旨告到县衙 费县令拘捕了胡成 对质审问 胡成说了实情 费县令又问正伦和产主 都说是这样 于是就一块去查看南山枯井 一个牙翼用绳子吊灼下去 竟发现井中果然有一具无头尸体 胡成大吃一惊 无法辨白只能大喊冤苦 费县令生了气 命人打嘴几十下 说证据确凿 还叫冤屈 用死刑犯的刑具将他锁了起来 却不让弄出尸体来 只是告知各村 让尸主承报状子 过了一天 有个妇人持状指来到公堂 声称自己是死者的妻子 说我丈夫何假 带着数百两银子出门做买卖 被胡成杀死 费县令说 井中确实有死人 但未必就是你丈夫 妇人坚持说是 费县令救命把尸体弄出井来 众人一看果然是妇人的丈夫 妇人不敢到跟前 站在远处豪哭 费县令说 真正的凶手已经抓住了 但尸体不完整 你暂时回去 等找到死者的头颅 立即公开判决 让胡成尝命 接着把胡成从狱中换出来 科士说 明天不将头颅交出来 就打断你的腿 叫牙翼压他出去 找了一天回来 追问他 他只是嚎哭 费县令让牙翼把刑具扔在他面前 摆出要用型的样子 却又不动行 说 想必是你那天夜里扛着尸体 慌忙急迫 不知将头掉到什么地方了 怎么不仔细寻找呢 胡成哀求县官准许他再找 县令问妇人 你有几个子女 回答说 没有 县令问 何甲有什么亲属 只有一个堂叔 县令感慨地说 年轻轻就死了丈夫 这样孤苦怜丁 以后怎么生活呢 妇人又哭起来 给县令磕头请求怜悯 县令说 杀人的罪已经定了 只要寻找全尸 此案就完结了 结案后 你赶快改嫁 你是一个年轻少妇 不要再出入宫门 妇人感动地哭了 叩头下了宫堂 县令立即传令村里的人 替官府寻找人头 过了一宿 就有同村的王武 报称已经找到了 县令审问查验清楚 赏给他一千钱 又把何甲的堂叔传到宫堂 说 大案已经查清 但是人命重大 不到一年不能结案 你侄儿既然没有子女 一个年轻轻的寡妇 也难以生活 让她早点嫁人吧 以后也没有别的事 只有上司来复合时 你需出面应声 何甲的堂叔不肯 非公从堂上扔下两根洞形的签子 在身边 又扔下一签 甲叔害怕了 只好答应后退了下去 妇人听到这个消息 到公堂谢恩 非宪令极力安慰他 又传令有谁愿买这妇人当堂报告 妇人下堂后就有一个来头昏状的人 原来就是找到人头的王武 县令传唤妇人上堂 说真正的杀人凶手 你知道是谁吗 妇人回答说 胡承 县令说 不是 你与王武才是真正的凶犯 二人大惊 极力辩白 叫喊冤枉 县令说 我早已知道其中详情 之所以一直到现在才说明 是怕万一去网了好人 尸体没有弄出枯井 你怎么能确信就是你丈夫 这是因为在此以前 你就知道你丈夫死在井里了 况且何甲死的时候 还穿着破烂衣服 数百两银子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 又对王武说 人头在哪里 你怎么知道的那样清楚 你之所以这样急迫 是打算早点娶到这妇人罢了 两人吓得面如黄土 一句话也说不出 来 费县令用行拷问二人 果然吐露了真情 原来王武与妇人私通已经很久 两人合谋杀了她的丈夫 恰巧碰上胡承开玩笑说杀了人 二人才想嫁祸于胡承 费县令于是释放了胡承 冯安以诬告罪 打了顿板子 判了三年劳役 直到案子结束 费县令没有对一个人乱动刑罚 好了 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喜欢就点个赞吧 谢谢